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又准备去摘菜咯 我这生菜又全部都长满了 生菜后吃它也老了 这回就只摆外面长得稍微老点的 因为这回比较多 吃不饮它就老了 就不用摆那么狠 外面大片的 中间的留着 长得跟花一样 这个品种叫大叶树生生菜 口感挺好的 而且也很高产 生菜一般不容易生病的 最多就是长点牙虫 五花肉包生菜 绝配是不是 非常脆嫩的叶子 我今天这一框子 塞的紧紧的满满的 太多了 再来看看这边 感觉并没有掰掉多少 是不是 我只掰了外围的 稍微老一点的叶子 逆村以后期望慢慢的升高 它会长得非常快的 我的花菜也长老了 好多花朵都已经闪开了 这朵就还在成长当中 它还没长大呢 所以这个花朵看起来是比较紧实的 这个就是刚好可以采收的样子 这朵也还行 稍微闪得有一点点开了 长成这个样子 就稍微有点老了 得干净采收 不然长得太老了 会影响口感的 今天就先把这几朵 闪得比较开的 给采收了 要不然就长得太老了 暂时才收五朵吧 再多了一下子也吃不了 我的白萝卜也差不多又出台了 得赶紧吃 总共也没几个了 反正 这萝卜生的都要出台了 我又把它都给拔了 这什么长得短胖短胖的 这个长得什么造型 又长了两个腿 最后一颗了 我这胡萝卜我还没拔过呢 我都不知道它到底长多久能够成熟 哇塞这个还可以 不错 先拔几颗大的 还行啊 还可以 今天把这几个还可以试试 这个怎么也拔了七个 这几颗稍微长得大一些 其他的苗都还比较小 我就暂时不拔它 我看看 这中间好像有一颗大一点的 太密了 把这颗就拔掉 这一颗就长成了 这个样子的 好了我要去清理这对萝卜 就这几个萝卜也不用管它怎么保存 拿回去放冰箱就可以了 嫩的萝卜茵可以焯水后炒着吃 也可以晒腌了做酸菜或者腌咸菜 还可以用来蒸梅干菜或者是做包子馅 所以不要浪费了 这个长了腿它是想跑来的 不想被我吃了长腿要跑 哈哈 拿去洗一洗 好了这是今天的收货 今天收货的数量还挺多的 胡萝卜白萝卜花菜生菜 胡萝卜的叶子我还没有吃过 挑了一点嫩嫩的回去试一下 进去给你们看一下我种的胡萝卜 这种的话是甜甜的脆脆的 我有点想咬一口 这个我洗干净的 这胡萝卜真的有点好吃 这个胡萝卜真的很好吃 咬起来脆脆的 不像是那种橘黄色的胡萝卜 那种的话很硬 吃起来没有甜味 我们当地一般都是种这种胡萝卜的 是红颜色的 这种的话不管是清水煮还是红烧 还是这么生吃 都是很好吃的 鸡干我就直接这么生吃了 自己种的菜就是好吃 像这些花菜呀生菜白萝卜 全都可以洗干净的直接生吃 以后我没有打药的我可以随便吃 好了萝卜也快吃完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这样吧 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这些我要全部带回家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